大家好 首先感谢我们两位嘉宾 感谢洪元 感谢印白 两位同学 今天能够在周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 在周末宝贵时间 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杂谈活动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王平 我是北京人 现在住在波士顿 我是做了有 十六七年吧 这个教育 我们原来在北京 做对外汉语培训和国际学生交流 这几年回到波士顿 回到波士顿以后呢 也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所以对这个教育比较感兴趣 前几年呢 一直是参加一些各类的社会活动 然后去年开始呢 也是认识了北大的88级的校友 然后呢 谢远燕 然后他们我们一起呢 正好是对这个青少年做公益 非常感兴趣 我们就在这个 以波士顿为中心 发起了一个有私公益的这一个平台 主要是给孩子们 孵化各种公益活动 同时呢 也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提供一个平台和一个辅导的一个 服务 最近呢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做了很多讲座 很多孵化的辅导 我呢 一直 我自己呢 一直做了一个 一个在这平台上做了一个项目 我们叫有私环球学友 提供呢 就是帮助在美国加拿大 还包括国内的很多孩子 通过做义工的形式 帮助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孩子 那我们和这个云南 迷度的一个学校合作 帮助一些孩子学英语 去年呢 在天使妈妈基金的这个协调之下呢 我们也开始呢 就帮助了大概有六个 就是天使妈妈基金救助过的孩子 他们呢 都是一些就是得过大病啊 有些家里比较困难的 然后我们提供呢 就是网上的一些网上辅导 不仅是学英语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项目 那除了这个教育旧困以外呢 我们还做一些 这个包括 开一些短的专业课 还有呢 就是科技的一些义工项目 最近呢和一个华人的地震 地震研究机构在网上 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些 给我们的这些 那个学生呢提供一些科技义工的项目 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呢 让孩子们通过义工的形式呢 自己组织 组织的学生的国际学生论坛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这些呢就是我们有私公益做的事情 然后最近呢我们 开始了一个新的活动 这就是今天第一次 我们叫有私公益杂谈 就是我们每个月呢 想请一些 在国内国外吧 对教育公益 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在本身专业都有一定的成就 这样的朋友 这个到我们这个杂谈 节目里边来呢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的经验 然后呢也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机会 向这个这些朋友学习 同时呢也是一个分享平台 使得那个听 更多的听众呢也能参与 共同的去探讨教育公益 这个在社会上的作用 对青少年教育的作用 起到一个这个 共同提高的目的 今天呢我非常有幸 请了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在国内呢 非常著名的战略军事研究专家 也是这个经常上 各类电视节目的 一个这个军事评论家 红元 他呢是我北大的同学 在学校很多年就好朋友 这这么多年一直这个保持着联系 那还有一位呢是李音白 这是我的同校同系同专业的这个 师兄弟 他呢比我晚一晚一年 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很熟 他呢是这个学经济的里面呢 最有艺术细胞的 他是学了经济 后来又学艺术 做摄影 做那个品牌设计 这些年呢他做的也非常成功 而且呢对这个工艺活动非常有热心 帮助很多的朋友 帮助了很多有特殊需要的人 所以今天呢请他们两位来 我们就以杂谈的形式 谈一谈这个教育工艺 与这个军事研究与艺术有没有关系 杂谈呢就是计划一个半小时 开始呢我们就是以和他们两位对话的形式 后边呢可能有20分钟吧 可能请这个听众如果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分享 好吧 下边呢我就首先请洪源先生 做个自我介绍 一个比较open的人 因为他是这个在北京也比较熟嘛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人生难逢 开口笑 我跟王平呢 这个王平兄弟 这个就非常容易这个相处 这都是差不多40年前的事情了 今年不是我们这个入学40周年吗 这是一个 而且呢是平时呢 我们还有一层关系 就是他也是愿意跑短跑 然后愿意跑100米 我们有时候呢在这个系运动会啊 甚至校运动会的时候一起跑 那么他的最高成绩 我还记得呢 11秒6 这个成绩非常好了 在这个业余选手里面 而且能达到二级运动员 是不是啊 王平啊 我插一句啊 没错你还记得对 这个洪源年轻时候呢 确实是这个个子也高 将近1米8 这个堂堂一表 这个运动员的水平 所以我那会呢 跟着洪源的这个屁股后边呢 训练过几天 我这个看了很多 我要不是 我这个天生条件不行 这个我这个 我这个要是个儿高了呢 我这个肯定也是 跟洪源一块专业训练 但是确实是 我觉得那几年 这个参加这活动啊 这个友谊 这个交情还是挺很有意思的 想起来很有意思的活动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跟印白呢 那就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在这个200号 劳动的时候 我穿到印白 印白确实是一个 这个文艺青年呢 我穿到印白 旁边是勾挨那个山 然后咱们到那个山上去 然后翻过山 到处玩一玩 走一走 这是这个附近的一个名山呢 十三陵这边 那么有龙气 他一听 一拍大腿 走 我们从这个早晨 刚吃完饭 就跑出去了 不种树了 兄弟不种树了 跑了 然后我们这个翻山越岭 大概至少翻过两座山 而且在一个山沟里面 连这个披荆斩棘的往下走 之后呢 竟然发现了一个 这个化学品危险品仓库 就是相当有爆炸物了 而且呢 那边呢 还在拧这个警报器 在试验 那是这个公安局的仓库 所以呢 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山沟里 人没有人际 所以他才把这个危险品仓库放在这 那么这个我们是在这个大陆上 那么在就是这个101的这个国道 后来这个截了车 这个走了一半 慢慢的再走过来 哎呀 那天可把硬白累坏了 怎么着 哎这是这个大学里边的这个交情 我们虽然不在这个 一个专业也不在一个年级 那么但是呢 我们这个确实非常有缘的 而且在这个毕业以后呢 他是对艺术是特别的感兴趣 而且艺术的造诣啊 然后这个取得这个非常这个文艺的夫人呢 而且这个他还涉猎到最后呢 是对摄影和这个设计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呢自己钻研成了这个专家 你看我从经济 然后变成了战略军事 他从这个经济管理 那经济管理 那么哗一下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logo的这个设计 文艺青年 那么又加上他的这个一个 这个严肃的摄影家 那么他这样的几个这个名号 这个这个绑在一起 非常有名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呢 是有时候呢 我还是这个跑到他那去看 他的这个影展呀这些等等 但是呢我们之间呢 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然后他是著名的右派 我是非著名左派 那么左右水火不相容 但是在我们这个身上呢 就特别有意思 印白和我呢 就并不是因为 这个立场的观点的这个分歧 而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友谊 而影响到这个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 这是一个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我看呢 不仅是我在维护 这个印白呢也确实是在维护 小心翼翼的维护这一段这个感情 和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情 这确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 那么也是一个这个 不是奇观的奇观罢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 在这个网络空间上能坐在一起 而且呢侃侃而谈 对这个王平现在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公益活动 尤其是对青少年 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那么这个第一声援 第二这个支持 第三要更加的了解这些这个公益的这个活动 而且呢要在这里边呢 要有所的这个参与下去 而且呢我就觉得在这里边啊 这个我一听你搞的这些活动 老王你记得吗 就说这个我第一句话 绝不能搞慈善 不能搞慈善 因为呢这个慈是上级这个长辈 对下辈的这种这个感情 而慈善一说出来 他就不是慈善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名为正嘛 这个名不正则言不顺 所以这个名打得非常好 是这个公益活动 那么是一个非常平等的 而且呢听着就非常的 平和 而且呢是温婉如意 我们尽可以去做这些这个 按照我们小时候 这叫好人好事 但是啊不声张 而且呢是这个 自己在里面化我为无 那么把别人推到前面 把这些这个青少年 甚至儿童 他们的未来呢 给托举到我们的这个头上来 这个才对他们未来的 这个成长啊 为整个社会 当然最后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心灵 那么找到一个安放的一个地点 那么当然就相当于这个 自己的这个灵魂 自己的思想也在这其中呢 就飞升了 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好事 我是表示支持 好多谢多谢啊 红元说得非常好 这个确实今天很有意思 我又被找了这两个朋友呢 我今天先开始没介绍 就是确实呢 他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观点上实际上有很多不同 这个而且是这个针锋相对 但是呢 确实是这个不影响这个革命友谊嘛 对吧 这个兄弟之间 这个一起探讨问题 互相尊重 所以呢我特意这个 这个请这个两位在一起 那下边印白呢 这边呢也是 他呢用句郭德纲的话是 他是这个学经济里面的最懂艺术的 要不要让红元兄 说完了吗 红元 不是我说要不要让红元兄一切先说了吧 我 哎怎么样 好像信号有点不清楚 老红 你是不是还没有说完呢 你说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这个请印白吧 印白你这边吧 你这边是这个我们经济系同学里边呢 这个搞这个艺术才华最最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就像郭德纲似的 艺术界里边你是最懂经济的 这两年呢 印白这边呢 其实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就是 他对这个各种工艺活动呢 实际上在帮助校友上面是非常热心 我印象特别深 他很多事情我都是间接听说的 然后前几年有一个校友好像得了一个绝症是吧 当时当时印白那边帮他这个整合各种资源 最后甚至出书 很多的事情都是热心各种工艺活动 好吧 印白你你你你来介绍一下 你来说说你的 然后这个这个 你你你来分享一下屏幕 好 行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那个 咱们这个会议室里面的各位校友和朋友大家好啊 那个今天的主持人的王平呢 是我同系同专业的师兄啊 我们呢一直保持着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呃就他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来往 是吧 他那个办公室在上帝那边 呃 洪元兄呢 就跟刚才他介绍的一样 我们俩呢 是一左一右啊 啊但是呢 他叫红元嘛 所以我们就左右逢元啊 然后那个呃 价值观呢 呃 和这个意识形态立场不完全相同 但是呢 从来没有伤及到这个个人的呃 情意啊 那么我记得十年以前吧 我在七九八办这个画展的时候啊 胡元兄还特意这个赶到啊 当时还有那个老马啊 好来我发现闹了半天 我们班的马素春和红元兄他们俩是一波的啊 哎当时是有老马 是有老马 对 还有韩石啊 韩石兄当时也去了 嗯 那个 我现在呢 就是一个我自己的定位哈 就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和摄影师 呃 咱们北大同学里面呢 可能是开广告公司的有 开大广告公司的也有 啊 开呃 可能是开这种设计工作室的甚至于这个开这个呃 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啊 就是完成他呃 当时在并踏上啊 最后的呃 一个心愿 就是他希望能够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他那本书 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顶多就是堂舍他一下 等他走了再说了 我说不行 我说这事呢 呃 一定要在呃 他没有闭眼之前咱们给他完成 然后我当时用了一个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 呃 找到了也是咱们系的一个师妹 在北大出版社工作 然后呢 经过他的呃 跟领导的请示 最后这个事呢 居然啊 呃 在他这个 呃 引走之前吧 大概是 呃 我想啊 大概是16年的8月8号他走的 啊 啊 那么走之前呢 我把这个 这个书的小样也设计出来 打印出来 然后呢 他在他走之前不到一个礼拜 把这个书调整了一遍 最后出版了啊 呃 也是让我 呃 记忆犹新的 呃 另外呢 我呢 最近呢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 台里一些北大校园的片子 可能在咱们校里传的比较多 所以大家见着我面呢 一啊 因为我在朋友圈老晒娃 所以见我面呢 都提我儿子 要 还有一个呢 就是提我在北大拍的这个片子 行 我就不多说了 刚才 洪言兄说那个200号的事啊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呢 你那么一提 我音乐的 呃 又 呃 又想起来了 200号绝对是 呃 记载了我们很多的 这个美好回忆的一个地方 因为当时呢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都是 整天 就是三点一线 但是到了200号以后呢 我们可以 充分的放飞我们自己啊 不知道那个地方现在 还是不是北大的啊 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重返 故地啊 那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那请王兵兄是不是把话筒交给 洪言兄 让洪言兄先讲一讲 啊 我先说这么多 好吧 行 咱们就还是聊天的形式吧 聊天的形式呢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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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交叉 聊天活跃一点 因为我今天觉得咱们不是做讲座啊 因为就做讲座就像洪言说这个 有个这个 这个位置的问题 也是一个从居高临下的在讲 今天呢 咱们确实是比较平等的 洪言刚才说的这点呢 其实特别重要啊 我今天就 我想问这个老洪呢 就是你这个 在这个做节目啊 经多见广 见了很多人 当然你是做战略军事研究了 那从你的经验来讲呢 我想就是听你聊一聊哈 当我这个最开始找你说这个事儿 说我们做这个活动想做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公益活动 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你刚才你说那点最重要就是这个这个角度和位置哈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名义就你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你要摆正你和别人的位置 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个其实我当时反应一句嘛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真正你要想做公益活动 其实最最重要的是摆正你的这个这个和这个关系 你并不是 其实你并没有这个这种资格去去说去帮助别人 而是呢很平等的这是一种互助 那你觉得这个我当时咱们聊起这个事儿了哈 你的你的最开始的反应和你对这个事儿的这个这个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那我就是这个说一下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 非常不成熟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边 作为一个社会结构 在很大程度上的 那么他就是在这个经济上 政治上还有在这个社会地位上等等 甚至包括智力等等 都会出现这个上上等上等上中等 那么中上等中中等中下等 那么下上等下中等下下等 这是一个社会存在的一个这个必然 那么就像这个食物链一样 它确实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人间的这个差别 当然就是以佛的这样子 以任何一个这个别管是上帝啊 还是莫海默德啊 还是还是这个佛陀啊等等 那么还是太上老君 他都是对这些这个社会现象 了然于胸 而且呢 他也承认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个变化 还有社会的这个 种种的这个不平等 所以人的生而不平等 人的社会的这个不平等 作为我们社会的这个人 就有义务 也有资格 那么也有 必要去帮助那些这个 处于比较低下的这些这个人们 这个就是善心 就是佛心 那么这个 就是一片这个莲花心 所以在这里边呢 就是 我就想到呢 就过去就是 在 任何一个这个社会形态里面 都有义学 这是义学 还有呢就说这个 呃 是这个 艺坟呐 艺庙啊 还有就是包括 这个 呃 比如湖南会馆 这个 这个 呃 湖北会馆 广东会馆等等 那么 那么只要你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学子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人到这里能够寻求帮助 那么呃 这些都是无条件的 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这个呃 社会形态那么把人给他聚集在一起 就是在对这个个人进行这个帮助 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机制呢 他跟这个官方的比如朝廷的呀 呃 比如是这个呃 各个这个直立的是这个省份的等等 他们所具有的这些呃 社会的救助这些功能 还有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些帮助帮扶的这个功能 呃 都是 不同形态的这个补充 非常这个必要 而且他他来的小快灵啊 而且他来的是非常的这个容易 而且他对于这些这个呃 施语者那么是更加的这个了解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慈善的时候 一下这个地位就不平等了 那么当你的地位你的心念发愿的时候 一旦有一丝的不平等 他就会在行动当中放大出十倍五十倍三百倍 这个三千倍的这个不平等 所以呢就是在发愿之初啊 就一丝一毫的这个呃 不合适那么都不要有呃 这是我既既是我们的这个自律 其实呢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的这个社会准则 还有就是说这个呃 人类的这个宗教 他在里面其实都在这个起作用 所以就是过去的这个一举 呃过去的这个出于意志而办的这个这些这个设施啊 这些场所呀 这样的机制等等 我觉得都是非常可取 而且呢现在呢我们可以与时俱进 那么换成这个公益等等 是吧 这个公益其实也就是一举 一举也就是这个公益 这是我的这个理解啊 不一定这个完全的合适 呃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在发愿之初啊 这个呃 王平师兄呢就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了 而且呢呃从这些发愿之初就对这些 这个儿童少年和这个青年 那么对他们的这个学习生活工作 尤其是在他们这个社会生活里边 那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呃 人在启动的时候是最难的 人在落难的时候也是最难的 这个是任何人可能都这个碰上的 那么一个人落水了 你只要托举他一下 或者是三下 那么他就能这个得救 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水可能就是社会造成的 那么他溺水了 呛水了 我们给他这个呃 不同程度的这个帮助 帮助可能在托举十下 或者托举一下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在这里这个 比如这个我们使得一个孩子 呃使得一个这个 别管是男娃娃女娃娃 他因为你我们 你们所做的这些这个善举 一下改变了他的这个 呃整个的未来的社会 这个生活 这是多大的一个回报 这是对他的一个好处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是不要求回报的 但是呢 不要求回报的东西 才是最贵的 就是你的灵魂 然后这个你的这个 功德一下子就上升了 呃就是我们都都是这个年纪 没有一个是五岁下的 就是呃 等到这个百年以后 你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我们最呃 庸俗的说这是银行存款吧 这个善款 那么就使得你呢 这个取下飞升 那么获得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呃 未来的一个这个去处吧 一个更好的一个去处 所以呢 这个呃 我们都知道 这个要钱的 这个是太便宜了 不要钱的 才是最贵的 我是对不起 我把这个社会的这个话呢 就给他直直白白的给说出来了 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就想起呢 这个雷锋所做的这个议举 对吧 呃 我相信呢 不论是哪一个左中右派 他对这个雷锋本人的 这所做的这些这个善事 议举 那么 都是这个认可的 呃 后来我琢磨了半天 我琢磨这么多年 后来我发觉 什么是雷锋啊 雷锋是这个 呃 在社会主义时代 在毛思想下边的 一个圣徒 他是一个修士 他在不断的使自己的 这个思想啊 呃 不断的飞升 这个飞升的过程呢 等于他的思想就长了 这个翅膀了 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 他变成一个这个纯粹的人了 呃 所以呢 他的 整个的人格就完成了 这个在 地球上 或者在这个我们现在 所处的这个商品社会 人类社会的一个蜕变 他是一个修士啊 他不是普通的人 我们只要从这个修士 一个道士 一个这个 呃 寻道者的这个 想法 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么就一下就就明白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这个事情 所以呢 从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来说呢 他其实不要一分钱 而且呢 他是完全为了这个别人考虑的 其实最后 他的这个 呃 能够超越生死 而且呢 能够超越这个时空 对吧 就是像一道这个 雷石电光一样 哗一下就走了 那么他不是一个 这个大覆边边的 这个大 这个像一个 呃 这个 混大不掉的一个肉球啊 一个呃 一个超级的大的一个 这个 呃 人类 他飞不走的 那么只有变成了这个电视火光 才才能够这个飞走 这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宗教 所要人们进行修行的一个这个结果 比如在过去呢 呃 有这个斗司批修 那么狠批斯字一散念 而且呢 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哎 这个革命呢 我们可以给他替换 因为我知道有有很多这个朋友呢 是不同意这个革命啊 等等 那个斗司批修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灵魂 理解为比思想更深刻的一个 这个想法 一个这个活动 那么呃 这个革命也可以说是顿悟 如果把这个革命换成顿悟 也是可以的 那么你变成了这个顿悟以后 那在佛教里不就成佛了吗 阿弥陀佛 我先讲到这 这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呵呵呵 说的有道理啊 这真是肺腑之言啊 不论说的对策 是是是 这是真心的话 一买你呢 你这个 我觉得 这个你是这么多年 做了很多这个这个帮助校友啊 或者是各种各种活动 而且你这个 呃 孩子也也比较小 肯定是也也也也是考虑到 这个孩子教育方面也考虑到很多啊 那你你能不能聊一聊 这个你觉得这个咱们最开始我说这个事以后 那你觉得这个所谓做公益 这个你从你个人经验吧 你怎么理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做这个公益活动呢 这里边有什么可能的问题 就是说呃这个常见的是吧 就像洪源刚才说的这有很多会有很多偏见 就是从那我想你谈谈你的理解 好吧 好 那个真是刚才听了这个洪源兄的一番高论啊 我真是这个如沐春风啊 如雷贯耳 那个我觉得我跟洪源兄啊 在这个公益这个问题上啊 真可以说是叫殊途同归啊 因为刚才洪源兄呢 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事 也是今天呃我想着重谈的一个事啊 就是这个你做这个公益啊 你的初始的发心是什么 呃这个发心呢 会决定了你在行动中 你的行为的你的行动的这个性质 如果你的发心偏了 即使你是呃在做公益 那么将来你在做的时候 可能也会越走越偏 甚至于走到公益的反面啊 这是我理解呃洪源兄刚才说的这个啊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 我今天其实带了两个故事啊 那么一个故事呢 我先请大家呃 看两张我拍的照片好吧 因为我是摄影师嘛 咱们这个拿图说话 我看我会不会用这个共享屏幕这个啊 看看能不能看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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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看得到我的这个图片吗 看得见可以看得到 这个图片呢 是我在2019年4月份 在美国洛杉矶的Long Beach 外面的这个海上的一个游艇 拍的一个美国家庭 那这个家庭呢 大家看到是由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和六个孩子组成的 那么这六个孩子呢 他们全部是来自于中国的 这个领养的孤儿 不仅是领养的孤儿 而且他们全部 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换 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有的是肢体的残疾 有的是这个大脑的残疾 那么这一对美国夫妇呢 把他们从中国一个一个 领养到美国 其实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家里没有孩子 他们有两个自己的亲生的女儿 这个儿女 一个是当时是21岁的一个女儿 另外一个是19岁的一个儿子 但是呢 他们还是从中国领养了六个 而且是每一个都患有残疾 不同的残疾的儿童 大家看啊 我拍的一张照片呢 这些孩子们表现的都非常的快乐 我再给大家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我单独给这些孩子们拍的 不是因为我在给他们拍照片 他们才表演的这么高兴 这么快乐 而是因为 我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永远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神态 或者是一种表情 我有时候跟我自己的儿子 我都跟他说 我说爸爸妈妈对你这么好 也没有见着你一天到晚的这么开心 这么快乐 那么我给大家分享这个 我给大家刚才分享这两张图片呢 我就是想说呢 就是说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刚才那个洪元兄说的 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这个初始的这个发心 那么其实呢 在那一次旅行过程中呢 我还碰到了另外两家 同样也是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 另外还有一个家庭呢 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 那两个孩子呢 看上去很正常 很健康 但是呢 他们居然都是这个艾滋病的 这个病毒的携带者 也就是说他们 他们是感染了 还是怎么搞的 反正我不太清楚啊 就是说他们身上是带有这个 艾滋病的这个 这个病毒还是病菌的 但是呢 他们自己没有发病 但是呢 依然具有传染性 这两个孩子呢 居然就在和这一对美国夫妇 自己的相同年龄的孩子 七八岁的孩子 在一块玩 他们玩得非常开心 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呢 我就是想说 我就说这些家庭呢 居然呢 就是 他们自己没有 没有就是说这个 强调 但是我们 在逐渐跟他们的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呢 他们都是这个 有基督教背景的 这种家庭 那么他们做这些事情呢 就像刚才洪元兄说的似的 他们不是慈善 慈善呢 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 就是长辈 或者职位更高 或者更忧郁的 或者自我感觉更好的 那么对待那些 他们被他们怜悯 同情的那些人 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叫公义 不叫慈善 那么 就是 在我看来呢 就是说 这些父母 因为我也跟他们 做了这个沟通 他们并没有 把这件事情 看得像我们一样 我们怎么看呢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我可以解剖一下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呢 就是他们是在做一件好事 这不用说 我觉得呢 他们是在牺牲了自己的 这个时间 经历 财富 来为别人 办一件 慈善 或者是 一件 大好事 总而言之啊 我们一方面在歌颂 他们的这种 行为 一方面呢 我们会多少 对他们做出这样的 付出呢 会为他们感到一点点的那种 惋惜吧 或者是一种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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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 但是他们自己 其实并不这样看 他们 就这对父母啊 刚才我给大家看照片的 这对父母 他们 一再的说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给孩子什么东西 而是孩子们 一直在给着我们 他们在教会着我们 他们在给我们 无尽的快乐 我 后来我们就当 当时我们就问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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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妈妈 说你为什么 要收养这么多孩子 我们以为 他会搬出他那个圣经里边的 那个 那些说教啊 他就 很轻描暂写的说 我从小就喜欢玩 羊娃娃 他们就不叫羊娃娃了啊 他就是 play the dolls 他就说 我从小就喜欢玩这个 就是这个玩偶 我就喜欢小孩 我在我小的时候 我就 我就喜欢照顾 那些 小baby们 所以呢 他这个 完全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 那么 其实呢 就是 你想啊 他们是一个 在肯塔基的一个 普通的 一个 劳工 这样的一个家庭 那么现在呢 为了照顾这六个孩子 这个妈妈呢 就必须得 辞掉以前的工作 这个爸爸呢 在肯塔基的一家 丰田 汽车 制造厂 工作 为了照顾这个孩子 他们说 我们卖掉了 以前的 Lexus 就是我们叫 灵智啊 或者 莱克萨斯 我们现在 开着这个 Toyota 开着一个 Camry 也就是说 他们的生活呢 从物质水平来说 是下降的 但是呢 他们的 灵魂 或者他们的内心 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满足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另 就是 举这个例子 来应和一下 刚才洪元兄说的那个 就是 我们 做工业也好 或者是我们 打算投入这项事业也好 我们这个 发心呢 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啊 一定要成为 不能 不能为了别的目的 去做 所谓 公益的事业 那个 为了 任何其他目的的 我觉得 那就叫 别有用心 其实 不关是 公益事业 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啊 在做任何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比如说 日本人 这个所谓 工匠心 是吧 做一个寿司 或者做一个 瓷器 做一个碗 做一个漆器 做一个什么 公益体 是吧 不应该 有别的目的 而我们的目的 我们所有的 这个注意力 都应当 focus在 我们眼前的 这件被我们 摆弄着 被我们完成着的 这件 作品中 那么 公益事业呢 公益事业呢 也是一个产品 对吧 那么 我们 在做很多 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文化呢 往往是 要求大家 胸怀 都为了一个 更宏大的 一个什么 中国梦 去做我 眼前的 一件 小事 就是要做一个 螺丝钉 就是刚才 洪元凶 说的这个 雷锋的经验 其实这点呢 我跟洪元凶 我还是 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不应当把雷锋 贬低成一个 螺丝钉 不应当把雷锋 变成一个 大机器上的 一个零件 而雷锋的一生 本身 就是一个 宏大的一个叙事 就是一个 圣人的 一个 一个奇迹 不应当 把他的 一个行为 汇入到 一个 集体行为中 去歌颂 还有就是 当年 毛泽东 说的 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 讲话 他说 一切文艺 工作 都要为 什么工农兵 服务 就是他把 文艺 或者艺术 作为为 其他一个 目的 服务的东西 这就是 对文艺 对艺术的 一个贬低 我们既不能 对艺术贬低 也不能 对雷锋贬低 同时 我们也不能 对慈善 贬低 我们不能把 做慈善 看作是 我们另外一个 目的的 一个手段 我就说这么多 好 我就打住了 谢谢大家 好 印白 说的 其实也是 非常对的 这个 下边呢 因为今天 我还发现 虽说这个 开始的时间 技术上 有点小问题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谈起来 时间过得还挺快 然后呢 我这样吧 我请两位呢 咱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今天绝对 咱们这个九点半 这个结束 是吧 在这个大家这边 这个在年纪 也都不小了 所以在这也不 也咱们不耽误时间 那刚才呢 咱们谈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对公益活动 慈善 这个事情的理解 那下面咱们 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咱们再讨论讨论呢 这些事情呢 对青年人 对小孩的教育 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里边有什么风险 或者是这个 这个培养小孩 做这些事情 到底应该注意什么 那我先说个小故事啊 我先说一下 我的这个 这个有个经历 就是我到了波士顿以后呢 也这个大概是五六年以前吧 但是呢 我以前呢 在美国呢 这个跑了很多地方 但是呢 波士顿我还是第一次来 然后呢 来了波士顿以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除了这个 还然后呢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很多年啊 原来这个很多年呢 我还是在国内 主要是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 做对外汉语培训 做了十五六年吧 我回到波士顿以后呢 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说觉得 对这个社会呢 也不是很了解 另外呢 安排小孩的这种活动呢 我也不是很心里有底儿啊 但是自己呢 到了这个年纪呢 也想这个 这个多一个窗口 去了解一下 这个美国这个社会 然后呢 我这个从 我去年 就是疫情之前吧 有大概有半年 我自己呢 也找了一个 相当于就是一个避难所 我自己去做义工 实际上呢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呢 了解了解这个社会 另外一个呢 也是给小孩趟趟路 一看这里边 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当然我讲这个事 主要是说明呢 就是说这个让孩子 去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好处 就是说当你这个 这个用这种形式 去接触社会呢 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且呢 风险比较小 就是说你如果犯了错误 那就是说你去 这个调整的 这个成本比较低 换句话说 你找了一个工作 如果有些事呢 你这个没有搞清楚 搞错了 那你这个丢掉工作的成本 就会很高 我去这个避难所呢 然后呢挺有意思 然后就是有很多类的工作 然后我就申请了一下呢 我一看这个 他们也有那种餐厅 也有这种 这个给货的一些地方 然后呢 这个避难所呢 还有一个教育中心 然后呢 他们是装给这些呢 就是这个 社会上很无助这些人吧 做一些培训 教英语 然后我去完了以后呢 那天我回来以后呢 跟我儿子聊天 然后我儿子说 你去那干什么呀 我说我去那点去 我申请去教英语 我儿子说 你的英语这么臭 你还去教英语 后来我说呢 其实真是这样 我这个英语确实是 这个这个 英语是很差的 因为这个这个基础不行 但是呢 其实呢 就在那边去教英语 他这个确实不是教语言的问题 其实呢 他是一个这个小孩啊 就像这个 我儿子那样 从这边长大的 他教不了 其实教语言是很简单的部分 因为那个班呢 里边一共八个人 六个呢 是海地来的 然后呢 还有两个呢 竟然是香港来的 然后当然他英语 起码就是说 说不出几句话来 这个这个 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 我不会西班牙语 然后他们英语呢 实际上说不出一个整句子来 那整个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难的一个沟通过程 那当然这里边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你要对他怎么尊重 就是说你这个 在美国也是这样 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你跟他们相处 这个你要帮助他 但是呢 你又不能做过了 所以所有这些事呢 其实呢 都是小孩应该学的 就是你想做一件好事 但同时呢 你要知道你的度 你要知道你的角度 是吧 你不能居高临下 然后呢 这个你如果帮助人做多了 是吧 这个事情呢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风险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呢 多做一些这种事 其实呢 对他来说是一个锻炼 那这个这个下边最后就再聊一个吧 我想这个跟红元聊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咱们现在说的这些给青少年做工艺 跟咱们小时候这个这个做的这些啊 咱们小时候做什么呀 勤工俭学或者是学工学农 跟这些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或者有哪些的这个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你觉得就尤其是从这个儿童教育的角度啊 咱们在最后就聊一个主题 好吧 好好好 你其实调的 讲的这个儿童教育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的已经是无可复加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能将能塑造一个社会未来的这个人 那无论是他是领导者啊 还是社会的中间 或者是这个云云众生的这个一部分 那么你必须要把它给塑造出来 这个塑造 那么就是我们让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所有的这个 要成为家长的 已经成为家长的 那么他们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就是让不让孩子吃苦 要给孩子以什么样的思想和技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身体 无非这四个方面 怎么办呢 就是我有一个这个想法 就是要让孩子吃苦 我夫人在这个谈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这个评价一个人就是他特别有意思 是别人给总结说 他总是第一 这个人吃过苦没有 然后作为判断这个人的一个标准 而他吃过苦 他对很多事情就有感觉 就有感知 所以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学工学农学军 作为儿童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经历 那么哪怕让他学一个月 那么加起来就是三个月 这个时间接触社会 接触这个这个工耕 然后接触这些做工 那么接触力政少息 这个打枪 那么这个整理内务 我看见无数的这个家长 这个看到儿子这个穿着军装的这个样子 这个非常的敬畏 而且呢是这个无限的这个崇拜儿子了 这就是一下子就长成了一个那个男子汉 那么哪怕是包括这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地方 那么他们都有这个童子军 童子军 他是有这个制服的 无论是哪一个社会 那么他们都对这个尤其是男性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教育 所以我是非常赞成 让孩子有这个三个月不同样式的这个社会经验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不是讲这个减负减负 其实呢要把过去的对社会的这点认识 给他这个拾起来 我没有做过工啊 但是呢我这个对于工厂的这个认识 还真是来源于我这在过去 有两次学工的这个经历 就是加起来差不多有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 两一初二初三各有一次 那么学农呢那么就是凑合了事有两个星期 那么学军呢也是两个星期左右 那当然后来这个当兵了以后 这是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你原来是客人 后来你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主体 那么就要听从一切的这个招呼 忍受一切所不能忍受的 尤其是我这一次呢 这个前两年是无意当中 去年吧无意当中就去了这个梁家河 哎呀那个真不容易啊 说这个要过七关呢 就当一个16岁的一个少年 他要过这个农村的七关的时候 就是有比如我在这个福建的清流县 就是三明市的清流县 在县刀袋锁里 那么那么好的条件 这个你在1984年 我数了数我的一个小腿啊 就是被小瑶咬了70个包 就浑身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就是不是让大家去咬这个包 但是呢一定要深入到这个社会的 这个实际当中去 要感受到一点东西 一个男人他就有深度了 就是这个 硬白是做这个平面 这个设计的 但是呢作为一个立体的一个设计 那么就是在平面设计的这个基础上 哗一下这个变成了这个 由一个面 那么变成了这个四个面 甚至包括中间的里边的内核 那么就等于是五个点了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当这个你喝着一杯 矿泉水一杯这个蒸馏水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滋味 但是你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 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滋味 你很难说是苦是甜 那么是这个欢愉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这就是社会所交给你的 你还不如早早的用三个月的时间 给他打上疫苗呢 然后这个让家长更加的这个放弃 因为这个时候打疫苗的时候 你是完全可控的呀 一定要记住这点 磨刀不误砍柴工 要让他实际有了疫苗以后 你才能这个 很放心的 把他这个一个小鸽子 一只小厨鹰啊 给他这个放飞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是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要让孩子精锋与见世面 那么这个读万卷书 也要走万里路 你可以家长陪着 可以是这个校外的这些陪着 可以是这些这个公益的这些人员 专业人员去陪着 那么也可以是学校的去陪着 最好是大家一起上 那么把这个事情呢 给他这个做好 这确实就是当你对社会有一定了解的时候 那么你走向社会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才不至于这个发生这个特别这个幼稚的这些事情 那么一个过于幼稚的人 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从事领导工作 从事哪怕当一个贵族 他都会跌下这个这个神坛的 那么哪怕他当皇帝也会变成崇祯的 你到底是让他提前的 受几个月的苦呢 还是让他当崇祯呢 毫无疑问 家长一下子都能这个想明白 我在这里呢 就是刚才说了 有一个这个小的想法 就是我也是到这把年纪了 带的学生都不太这个理想 我呢就想这个招一些这个小童啊 就就是战就战略军事的这个话题 那么这个从12岁到28岁的这个儿童少年和这个青年 那么在思想没有定型的时候 这个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有一定的刻余时间的时候 那我想办一个战略私塾 然后给大家这个讲一讲我的这个体会 那么这个甚至呢是放一些东西 那么边放 然后边讨论 最后呢是找搞这个田野调查 搞这个限帝的这些这个讲座 那么包括哪一个战役啊 哪一个重大的行动啊等等 这些遗迹 那么甚至包括港口的这个遗迹 都给他讲上一讲 那么把这些这个战略思想呢 给他这个传下去 而且呢对这些孩子 对这些这个少年 甚至是这个青年 在思想没定型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框架 然后这个王平王总 其实我也有这个资格 因为这个在国际上 有些做了有些事情 我是独一份 没有第二个人做过 这个事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做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的这种手段 那你这个这个在北京 如果是光这个再见面 这个就受到很多限制 如果咱们能把一个见面 跟现在今天咱们这个聊天 这种形式结合起来 那你这个范围就广多了 是吧 女儿在全国广州深圳上海 只要有兴趣的孩子 然后都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这种形式呢 这个范围就就广多了 另外呢这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 刚才印白呢提这个这个发言的时候 弄了一张照片 我现在先说一下 那个咱们还有一个校友 是这个当时咱们79的 非常有名的这个沈群 这个印白那个事儿 是不是他的那个公益这个非盈利组织 这个一直在推广那个那个帮助那个家庭 是吧 就你刚才的那个那个那个照片 对 那个沈群兄呢 他那个差不多两年以前吧 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过来 说那个印白我打算在这边呢 成立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就是专门帮助那些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 因为他们的生活呢 因为收养生活水平呢 有明显的下降 那作为中国人呢 我觉得可以号召一下中国的企业家们 看看能不能成立这么一个基金 然后呢给他们这些家庭呢定期的 不定期的发放一些这个中国企业家 攒鸡毛凑胆子 凑出来的这些钱 给他们一些补贴吧 补贴一下家用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特别好 那我说我干什么呢 他说你不用干 你不用干别的 你就帮我设计个logo 我这个基金呢叫这个 Perfect Love 我这个就叫慈善基金 然后呢 因为他是跟这个小孩有关的嘛 然后我就动员我的儿子 他那个时候才七岁 我动员他一块跟我设计这个logo 然后就送给这个省群了 当时还印了很多这个T恤衫啊什么的 然后给这些家庭的孩子都穿上了 那个那我就顺便再就着刚才 洪元凶的那个话题 我也可以再说两句 那么其实呢 这个刚才洪元凶呢 说的这个话呢 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 因为我现在呢就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其实可能在座的很多同学啊 很多朋友也都是这个做了家长 但是我也比较特殊 因为我一开始不想要孩子 直到我快五十岁了 回心转念了 才生了这么一个小孩 所以我现在的孩子呢 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教育 刚才洪元凶呢 说的很多东西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呢 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教育 我作为一个听众呢 我觉得我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启发 因为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呢 我也觉得我也有这个非常纠结的时候 你比如说吧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在做公益这件事情上 我们对孩子呀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因为我们从小就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我们从小基本上就是喝狼奶长大的 我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通过不断的自我教育 从当年的那种社会 给予我们的那种价值观 好不容易自己揪着自己头发 得到了一点点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还不足以 用我们的观念 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特别反对 把孩子交给比我们更长一辈的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呢 好不容易通过教育 通过自我救赎 在灵魂上得到了一点点的提高 而我们因为工作忙 因为还得奔事业 我们就把自己生的孩子 又交给了他们的这个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连我们都没有资格 对孩子进行这么高级的教育 更别提我们的长辈了 我们的长辈在他们接受教育的时候 正是这个国家经历最大的苦难的时候 在他们从小长成人的时候 正是这个国家经历着翻天地覆的变化的时候 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 都不是那么好的教育 或者说是一种坏的教育 而这种坏的教育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一样接受 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 应当是特别小心 我们没有做过慈善 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去做慈善 所以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一下就跑偏了 就像洪远修刚才说的 发心就不对 对吧 所以我觉得应当 首先我们自己应当进行一个彻头彻尾的 脱胎换骨的观念的转变 我们才能给这个孩子更好的教育 或者就像王平兄和谢元燕一样 把孩子直接送到好的社会去 好的国家去 为什么今天我们发起的这个 关于慈善的这个讨论 是从王平 是从波士顿 那个地方发来的 而不是从上海广州深圳发来的 为什么 我们这边还在讨论着 孩子是不是要做课外补习的事呢 还是不是要买学习房的事呢 我们还在这个阶段 还提什么慈善 还提什么孩子教育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得给大家敲一敲 这个可能不存在的 可能不应当敲的这个 有噪音的这个警钟 另外呢 我现在可能有点老年迟来的这个前兆啊 我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就是在我没有忘的时候 我要说一个题外话啊 刚才在八点以前 我和几个同学在线上 就在咱们这个会议室 打开视频 见了几遍 我想呢 现在都是周末 大家应当在自己的家里 而不是办公室里 但是刚才我看了几个同学在家里面 你们那个家里面用的那个灯啊 不太不太好 不太对 不太对 就是我们在家里用的灯啊 尽量用这个色温低一点的灯 而不是要用色温特别高的 就是那种 荧光灯啊 或者有荧光灯 就日光灯啊 日光灯那种颜色的 那种颜色的灯 会让你的家感觉非常冷 就是颜色它是有温度的 它是由色温来衡量的 色温越低 越黄 越红 越浓 色温越高 越白 越蓝 越冷 早晨和傍晚的色温非常低 中午的色温非常高 我们不要用中午的色温 不要用办公室的色温 来点亮自己的家 这个问题 不光咱们同学有 我在我们小区遛弯的时候 经常看到我们的邻居家里面 全部都是大白光 非常不好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的家里也是白色的光 你把它换成黄的 你的家会显得更加的温馨 更加的甜蜜 有道理 这时候给大家比起点劝告 别外话 好好好 有道理 好 今天时间过得是非常非常快 一看现在快九点半了 然后我还预告一下 然后前两天我还真是跟沈群沟通了一下 我可能下个月想找一个时间 他现在在加州那边 他做得非常好 很多年做企业峰会认识 也有很多的在中国美国之间有很多企业界的资源 他这很有意思 这两年做了一个慈善的一个组织 一直在推他那个 然后我跟他沟通了一下 我这也是打算吧 现在具体时间没有定 准备下个月再找一个时间 做一个像类似的吧 就是跟今天一样 可能和他也可能再请一个朋友一起 也做一个类似的这样 就这种我叫杂谈 咱们也不是非常正式一个杂谈的 然后分享一下 他这么多年 做这个企业 做峰会 然后这两年又做这个 这个他这个公益活动的这个经验和体会 另外呢 刚才印白说呢 其实我觉得我真是比你这个对国内呢 其实更乐观 我这个一年呢 做这个事情呢 在国内还接 就是接触了好多国内的这个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 然后我那个公众号上呢 也有一个讲座 我觉得呢 其实真的国内很多年轻的 就比咱们年轻十岁二十岁的人 有些三十多岁的人 其实还真是非常理想 就是他们能做 我认识一个人呢 在波士顿读硕士 读完了以后呢 就和一帮朋友 这个回到国内 到贵州的一个小县城 一直在做一个帮助这个当地学校的 帮助当地小孩的一个公益项目 我觉得非常受感动 就是说年轻的一代 其实有相当多的人 他是非常有理想的 好吧 时间过得非常快 现在一下都九点二十了 然后 印白啊 咱们看看那个 因为我觉得到九点半 以后呢 咱们可以接着聊 就变成非正式的了 那后边还有 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这个这个大家话筒都打开呢 看看能不能这个看看 听众里边咱们在 这个有一两个问题 讨论讨论 然后九点半或者九点三十五四十呢 咱们就变成非正式了 就是反正绝对不超过十点 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 特别好 好 那看看这个 这个咱们现在这个 这个听众里边 有没有 有人有什么问题啊 有咱们就 这个时间因为比较紧嘛 再再讨论 比如两个问题 然后咱们就可以这个 今天的讨论的挺好的 洪远你觉得呢 赶紧讨论太好了 大家鸡嘴巴舌的 其实 现在的听众 其实他们里边的感想 还有这个 他们的高见 会更好的 对对 那个 一买你这会操作吗 咱们让大家都 能够说话 让每个人都打开就行 就是每个人打开自己的那个 摄像头和那个麦克风 他只要一说话 他就蹦出来了 谁说话 谁就蹦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因为原来我们打算呢 就是不要时间太长 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 然后我想咱们 再讨论 如果大家 谁能 有什么问题 咱们 我觉得两个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就比较比较完满了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 问这个 两位嘉宾 或者是有什么 刚才我说的 有些什么 就是大家有什么意向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问题 因为我们 也没有能力回答那么多 我觉得 咱们这么多 就是好朋友 好同学 如果每个 每个人有自己 对每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 直接聊他的看法也可以 是不是王平 对对对 说了对 这确实不是 因为本身我做这个 就是一个 这个对话 我觉得确实是 咱们都不是专家 也不是给大家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 要是聊摄影 我倒是可以跟大家回答问题 但是聊这个慈善 我觉得我还是想听听大家的 我觉得以后 咱们可以单独组织 是吧 比如像洪源说 那个谈军事 战略军事 和你谈视野 咱们可以单独组织 这个其他的 不同类似形式的活动 是吧 今天呢 咱们就以这个 看看听众当中 有没有谁 想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体会 或者什么 这个隋起在那边 这个当老师 有没有什么 老沙在这呢 这个有没有什么 这个想分享的 咱们咱们分享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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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燕 远燕 她整天做这个事 她肯定有很多想法啊 她可以不开那个摄像头 光开那个麦克风就行了 谢谢远燕 我们是一起做 对对对是 嗨 有一直在听师兄们的分享 我也觉得非常的受益 然后也很振奋啊 因为确实做这个 我自己本人的经历呢 是20多年的职业生涯 一直是在做职业经理人 有十多年的时间是在金融行业 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公益践行者 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 是一家外资保险公司 我做市场总监 我们公司是一直有公益文化和传统的 每一年我们都会自己发起一个公益项目 和不同的公益组织来合作 然后从项目的策划到执行宣传推广 一般是历时三个月的时间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九年 九年的时间这些项目 大部分都是我牵头负责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体会 就是真的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我觉得我做公益就觉得特别特别的 自己收获 我觉得我的收获比我付出的多的多 就是内心的风营和发自内心的快乐 而且我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曾经在我事业最低谷的时候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九年的时间 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员工 我每天的工作节奏 基本上都是朝九晚十的工作节奏 我经常是老板不让我做 我还要做 我觉得我每一个工作都是 我说我自己是一个内蓄力特别强的人 就是我 我做的每一个项目 都是像我自己的微微一样 我策划出来的 所以我都是说要尽最大的能力把它做到最好 但是因为换了老板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职场 一朝天子一朝城 那么换了一个老板之后 老板马上就要把我边缘化 然后而且他跟HR说 他想在我上面招一个人 把我replace掉 但是还不要告诉我 等我把这个人招好了再说 但是我们HR呢 这个就刚好是管HR的高级副总裁 一方面跟我有些私交 另一方面呢 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公司的非常优秀的员工 因为我也曾经获得了好几次的公司的优秀员工 所以呢他说我不同意 这个有备于职业伦理 首先Sherry是一个非常非常工作能力 和工作的竞业度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不能这样去做 那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也要跟Sherry去打招呼 让他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就是而且我们HR的高级副总裁说 如果你不跟Sherry说 那我不启动招聘 因为这违背了我们HR的职业伦理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当时他跟我去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我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 就是我这么兢兢业业的一个员工 没有任何不是我单方面的原因 只是因为老板的这种个人的这样子 他要招他自己的人进来 就要把我这个边缘化 然后我跟他谈话之后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我在腾讯公益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 就上线了 那这次是腾讯第一次推出99公益日 然后明天腾讯99公益日又要上线了 一年一度 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 是为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 来募集温暖包 我们就是呼吁我们所有分支机构所在地 把这个客户和我们的一些潜在客户的孩子的 这个闲置的二手东一捐赠出来 然后通过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统一的打包清理 然后捐赠到云贵川甘蒙的边远山区 因为东一呢 基本上是穿一年 就像印白师兄 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件东一 基本上一穿一年 他就第二年就小了 但是东一几乎是 我觉得七八成心吧 因为他外套嘛 太容易破旧和这个脏 那然后我们当时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说让公益更加变得轻巧 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 就是公益不是轰轰烈烈的 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手而为的去参与去中 而且公益不仅仅是捐钱 你捐时间捐劳动 都是一种公益 所以我们后面做的公益呢 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呢 做一个公益项目 搭一个公益平台 我们公司呢会提供配捐 然后呢支持这种公益项目 所以像我们做的这个 一暖童心这个公益项目 我们在三个月的时间 募集了四万多件这个东一 捐赠给偏远山区 然后我正好在九九公益期间呢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 就是募款来购买这个帽子围巾手套 叫温暖包 希望是能跟东一一起发给这个偏远山区的孩子 让他们还能得到崭新的一套的帽子和围巾手套 这一套温暖包的价值是35块钱 我们当时跟我团队在讨论文案的时候 我们从今讨论了几个角度 最后我们决定选用的一个角度 我到现在很印象特别深 就是35元一杯咖啡的价钱 只是带来几分钟唇齿的温度 何不把这一点钱 化成一个孩子一整个冬天的温暖 然后我们这个公益项目上线了 当时我设定了一个募款的额度是5000套温暖包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就是线上众筹 而且没有因为我们之前做大多数是易卖的 就我们易卖一个东西 你能拿到一个东西 你捐比如说你捐50块钱 你能拿到一个东西 但这个呢就是完全是你捐35块钱 或者捐多少钱 你是看不到东西的 你是纯粹的这个捐赠 我当时心里没有把握 我说哎呀不知道能募多少钱 我说那我就随便定一个5000的这么一个指标吧 就五天套十八万十七万 十八万十八万左右吧这样的一个额度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一上线 仅用了一天半就完成了这个这个目标 而且那两天那两天的时间 我真的是就是能感受到那种正能量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捐赠 各种各样的支持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雪片般的飞来 我就看到这个屏幕上不断的拱 就是这个都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非常正能量的话语 然后我的很多同事呢 都是纷纷跑到我这来 跟我说Sherry Sherry 这一周的咖啡我不喝了 我把这周的咖啡钱全部捐赠出来 所以那一刻就是真的是 我一下子就从我内心深处的一个 小的低谷和阴霾走出了 我就觉得我那点事情算什么呢 我说上帝给你关一扇门 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所以我真的这个事情 是我对我来讲 应该说我人生中 说职业生涯里边的一个低谷 或者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挫折 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公益 让我很快的从这个低谷里走了出来 所以我对公益的是 始终是保有非常大的一个热忱 那后来呢去年的时候呢 特别巧为什么发起有次公益呢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在美国 四年我辞职陪读在美国 我也感觉到美国对于公益的这种热忱 硬白师兄讲的这个事情 我特别有体会 就是美国它是有基督教文化的 我儿子呢 这个自愿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然后他把我也带到了这个教会里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呢 能感觉到就是 有这种十一奉献嘛 就是你收入的10%要捐赠给教会 然后美国人的这种生活呢 他并不追求这种物质的享受 就是觉得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更多的是 就是你过得非常的 平时 非常的一个平安喜乐 然后我儿子在这个教会里边 对他的这种耳濡目染啊 对他的这种人格的培养啊 对他的这种利他的精神 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磨练和成长 然后让我又觉得啊 真的是跟这个相比 就是中国真的是价值观缺失的一代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青少年 你问他未来做什么 那么很多人会告诉你 我要去做明星啊 我要去做网红啊 我要去赚很多的钱 我要成名成 就是有名有利啊 但是有名有利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最后就成为了一个 要么就是空心人嘛 心灵空虚 要么呢 就是沦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我们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 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坦白说 大家更多的也是把精力 放在了这种追求物质的这种享受 或者是追求物质上的财富 而忽略了这种精神层面的 或者是公益层面的这种需求 我在发起有私公益的一年 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一对一辅导了80个青少年 来做公益创新 就为他们量身定制 适合他们的公益创新的项目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 这里边找我的中国的家长 我百分之不能说百分之百 至少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为了孩子将来去美国 加拿大留学 把它作为一个背景提升来用的 都抱着一个非常功利的心 去做这个公益 就是印白师兄讲的 你的初心是什么 但是呢 确实是北美的很多的家长 他其实只是希望这个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 当然也有一些是希望 这个高中生嘛 做这个公益将来 申请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亮点什么的 那我当然后来我自己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因为一个人他对公益 有没有热忱 他能不能内化在他的心中 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切身的感悟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做公益 因为我在这十多年 作为持续公益践行者 我自己感受到了做公益 带给我的快乐 带给我的这种内心的风盈 我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我自觉自愿的行动 那我就想呢 我们的这个青少年 即便他是为了公益的目的 为了申请大学 做背景提升 但是他真正的体验了公益 他也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特别高兴的就是 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我辅导的孩子的这个案例 这个孩子是一个 刚刚移民到美国不到两年的高中生 有体育的特长 最开始呢 是他妈妈报名 要做这个一对一公益辅导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的公益辅导是免费的 我跟我的另外一个 我们有私公益的发起人 邱莉莉 她是16年的职业公益人 她是在中国先后发起了 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蓝天救援队和平兰公益基金会 三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 你们肯定都听说了蓝天救援队 特别是在这次河南救灾的过程中 这是中国的第一支民间救援队 然后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呢 是2005年开始 就是由志愿者团队开始 一步一步的做 做到2013年成立了 这个公募资质的基金会 16年间呢 救治了1万多个家庭贫困 患有重病的孩子 为他们募款 提供了医疗救治 而是中国5A级的慈善基金会 获得了两次的中华慈善奖 然后平兰基金会呢 是四年前 希望呢 能走出锅门 去做一些 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 能改变中国的公益组织 在国外的这种 这个形象 因为以往 基本上都是大家知道的 可能是公司会这样的 或者是有官方背景的 这种基金会 那么给人的感觉呢 要么就是不专业 不公开 不透明 要么呢 就是有很大的这种 职业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是 这种政府 官方的这种背景 惹人 就是这种 有有有有有 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感 甚至一些反感 所以邱莉莉呢 她希望呢 能这个去 用民间的公益组织 能改变啊 就是国外 对于中国的 这样一个好的形象 所以呢 在平兰公益基金会 在这过去的四年间 在18个国家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 我举一个例子 我故意在座的 就是今天在场的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就是在几年前 泰国有一个足球队的队员 困在一个洞穴里 这个救援的活动 中国就是由平兰基金会 派了八个救援队员 参加了国际救援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可以做非洲的反倒列 黎巴嫩 叙利亚的这种难民救助啊 在这个柬埔寨 做牌壘啊等等 就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人道危机 灾难救援 环境治理等等 这样的公益项目 那我们两个 就是做这个一对一的辅导啊 做了七八十个青少年 然后我们其中的 有一个青少年 刚才讲到的就是 他一开始是妈妈报名 因为知道我们是免费 第二呢 就是他的孩子 马上要申请大学了 需要这么一个亮点 做背景提升 然后这个孩子 第一次跟我见面 跟我们辅导的时候 完全是带着这种 非常不情愿的啊 被拖着来 然后就跟我 很质疑的说 为什么要做公益啊 这个做公益 只是为了申请大学吗 如果我不做公益 我难道申请大学 就缺一块吗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 这种充满了质疑 充满了不情愿 但是我在跟他讲 为什么做公益 以及呢 给他一些这种建议之后 我后来给他的设计 因为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呢 都是体育特长生 我就让他们做一个体育主题的公益项目 我说因为体育 我在美国的最大的感受 就是中美两国教育最大的差异 可能是体育 我说你把体育 对于青少年体格和人格成长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通过各种形式 调研 访谈 短视频 写文章 做各种讲座 各种论坛 以及做一些线下的体育 体育这个训练营 然后把体育的精神 体育的价值 传达给全球各地的青少年和家长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也跟你的这个兴趣爱好特长相结合 这个孩子呢 就觉得很感兴趣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然后他又提出来 那我 而且我说你一定要组团队 你不能自己做 你单枪匹马去做 肯定是 因为你自己做一个创新型的公益项目 就跟一个最低成本的创业实践一样嘛 你需要有团队 大家才能相互支持和配合 他说 我到哪去找团队啊 我的同学都马上申请大学 没有人有时间做这个 我说我可以在有事公益平台帮你找 刚好呢 我辅导的七八十个青少年 我印象中还有三四个 也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的 有分别来自北京啊 加拿大呀 还有美国印第安那的 然后我就给他们拉了一个群 我说你们愿不愿意一起 作为发起人联合 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喂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这五个小伙伴 然后他们就放发了巨大的热情 一起去讨论这个项目的计划书 名称 logo slogan 以及呢 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的 这个这样会的建立 然后去做这个短视频 然后去做各种线下的训练营啊 以及说 写各种文章 就如可如图的 每周都在开会 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讲说 现在这个孩子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 就是 整个就变了一个人 他就觉得这就是他自己的baby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 他妈妈都觉得难以置尽 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虽然我这个发起这个有私工艺一年的时间 我们到现在呢 只有两笔营收啊 就是一个我的朋友捐了我五千人民币 就是说二发不说 说支持我 还有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要监赠我们两百美金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费用都是我们几个发起人 共同来分摊的 然后我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包括王平老师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价值感 有成就感和有这个使命感的一份一份事业 所以也一直是希望能把他继续的坚持下来 然后我也是说 因为就像我们洪源师兄讲的 青少年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 如果能在这个时期让青少年去做公益 而且这个公益呢 就是我们说我们有公益的1.0 2.0和3.0的版本 我们大多数的可能就做只是做1.0 即便他有公益的这种意愿 他可能就只是做单纯的捐款捐物 以及呢在一个县城的公益组织 或者是公益项目里边做义工积累公益时间 那对于孩子的锻炼成长是有限的 我们一直认为捐款捐物是最简单的 所以最难的公益是行动 他是要身体力行的去看到了某个社会现象 发现了某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社会群体 然后采取了身体力行的行动 并且带动和唤醒更多的力量来参与 给这个目标对象带来改变的这样的一种行动 其实行动更难 因为行动会涉及到各方面的这种这个投入 所以我们对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一个青少年他不做公益 我们说他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小我的层面啊 基本上他就是他的生活的圈层 就是他的这个学校 他的亲戚朋友啊 这样的一个小的范围 但是他如果做公益的话呢 他就会去了解和关注这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同时呢 他要跟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 甚至于政治部门去打交道 然后呢 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感知 然后他自己如果能感到自己 给其他人带来了这种帮助 那其实呢 对于孩子来讲 他感受了到自己的 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 感到了自己被需要 感觉到自己能给他人带来的这种 影响力 那么其实孩子才会有更大的这种报复啊 和愿景和使命 激励自己做得更好 我们说点燃孩子的内驱力嘛 刚好我前 今年主编的这本书 印白师兄也是作者之一 刚刚出版嘛 我们说点燃孩子内驱力 几个的诱因 其中一个就是让孩子 有崇高的目标和使命 他有这样的目标和使命 他知道就是 只有为他人 就像爱因散说的 只有为他人的他人而活的生命 才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孩子他就会有 真正的是点燃他自己的这种内驱力 而不是说变成一个 一个空心人 所以这个也是 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特别感谢 就是有四公益 我觉得我做一年的时间 最大的收获 就是认识了很多像王平老师 这样的志同道合的发起人 以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志愿者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 就是公益就好像它是一个过滤器 它真的会帮你去过滤掉 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会跟你走得很远的 然后最后跟你走得很远的 一定是和你一样的志同道合的 一定是跟你一样有着这个价值观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 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收获 然后也就乐在其中去做 所以今天跟一位师兄的交流 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振奋 就是师兄也是 从师兄那里面也感受到了 大家对于这份事业的 一份这个重视也好啊 以及一份期待也好啊 这个对我来讲 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 这个让我也非常的感到 更加的有信心 把这个公益一直进行下去 它就是可以变成一份终身的事业 它真的是 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师兄 比如说红颜师兄 那您就做我们的公益导师 您刚才讲的那个体育 就是那个那个这个战略军事这个领域 那我们将来就是如果有青少年 真的是对战略军事感兴趣 要给他策划这个领域的公益项目 那您就是当之无愧 当人不让的这个最好的这个导师了 我们一白师兄也是 如果我们的青少年对设计摄影感兴趣 我们给他在这个领域的这个项目策划的时候 那您也是绝对是最合适的这个公益导师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支持 我又说了好多 我那个丽丽就老说我说话太啰嗦 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谢谢谢谢啊 那个远燕说的其实挺好的 他这个一年在我们这里是贡献最大的 你说的非常好啊 咱们到时候红颜和一白有些事情 可以在咱们这个平台里结合着做 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啊 基本上都9点40多了 我觉得可以基本上结束了 看看还有没有哪位愿意有问题啊 或者分享一个要点 那么几分钟之内 我觉得因为红颜刚才原来说了 不能弄太晚 大家影响大家休息 看看其他有没有人愿意再分享几句 我随便说两句啊 这个好多同学啊 像李明红颜也是好久没见了 这个王平也是疫情过后就没有回来过 对 在这个电话里呢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 而且呢听了这个几位的分享啊 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王平跟我讲过这件事 我觉得王平啊 包括Sherry啊 你们做的工作确实是非常的有意义 投入了很多的心血 我对你们确实是十分的这个尊敬 能把公益呢作为一个自己能够全身心去做的一件事啊 而且这件事呢主要是利他啊 基本呢利己呢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啊 可能是自我认可啊 这种层面的主要是利他 所以这个事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了这件事的啊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 也有能力 时间可能也有啊 但是呢就是说 每个人呢都能够像你们这种层面上的去奉献 去努力工作 可真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所以呢我呢 向你们致敬啊 这个另外呢 我呢当然如果能够有任何帮助的话 我们肯定也是非常愿意做 其实我也呃 零零星星的做过类似的事情 只不过呢 因为其他的工作事情啊还是挺多的 兴趣爱好也多 所以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关注 但是这个事情呢 如果能够通过你们关注起来 啊通过适当的渠道啊 合适的机会 啊我们能够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事情的可能也能够提升我们心里 对自我的感受啊 这个嗯包括李明啊还有洪源啊 希望他们讲的这个呃这些观点啊 我都是非常认可 尤其里面讲的啊就说这个呃 把小孩呢放给父母去教 我们自己可能都不一定很有资格啊 因为教育小孩是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呃需要父母呢认真的学习 学习之后再把这些 所谓正确的理念呢 交给这个用来这个抚养子女 那才是重要的啊 很多的父母呢都是靠着经验啊 靠着这个自己的这个 过去的感受来去教小孩呢 很多地方是有误区的这以后我们可以讨论 不说了啊 总而言之 感谢这个王平 感谢啊 洪源感谢李明 还有Sharry 你们组织的这个活动非常好 我呢还是深受启发啊 也很感动 好多谢啊 多谢这个沙石呢 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沙石是我的同班同学 而且是呢 我们当年北京的这个高考状元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很多年 这个我友谊很好 像沙石学了很多东西 另外呢 这个印白呢 刚才沙石在讲 说李明 这是他的老名字 这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说的是印白 对了对不起 说错了 好吧好吧 我觉得时间呢 非常快 非常快 这个就快十点了 我觉得 我当时已经说了 我觉得绝对不超过十点 十点咱们就这个这个这个结束 所以呢 大概还有几分钟 另外呢 就是我这个刚才呢 是第一次 原来我们都用zoom 今天第一次用这个腾讯会议 还不是很熟练 没有来得及分享屏幕 刚才我在这个这个聊天 chat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那个公益筹款 其实呢 这个主要也是宣传 并不指望着这个真正筹款 到底有多少结果 现在在99公益日上面 我们有几个项目 刚才呢 我在这个这个聊天室里边呢 把那个信息呢 这个发给大家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电子邮件 有些朋友可能都认识 有些下边呢 我有些可能也加微信的 再继续沟通 那个刚才随起发了一个信息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 刚用这个不是很熟练 好吧 最后呢 还有几分钟 还有咱们十点钟 准时呢 结束会议 可能有些人 这个刚才跟洪源说了 他可能我是说 他可能是有些这个习惯 休息比较早 我说你发言完了 你如果愿意撤 你就撤 那我也想 我也说了 十点 一定咱们就结束会议 非常感谢 印白 感谢洪源 还有也感谢 远燕 分享了好多这个信息 他在这个一年是 真的是出了非常大的热情 非常 也非常感谢沙石刚才分享了 好 现在咱们都因为那个音频都打开了 所以有点乱 看还有没有还哪一位最后一位还愿意要不要分享一点这个短 简短的分享一下还有没有哪位 这里边有一个无缘 无缘是我们88级的法律系的无缘吗 是吗 是啊 那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欢迎给我们一些晚馈 没有啊 听因为我也是这个孩子的家长 所以这个因为一直都在看远燕有这些活动 今天听着几位师兄然后又原来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很高兴 真的是这个很受启发 以后多跟着你们这个困了 谢谢 我觉得特别好 Sherry 我们今天这个暑假呢有40多个青少年就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 然后我们招募这个青少年志愿者啊 在暑假的时间为有私工艺来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 所以其中呢我们又组建了好几个团队 有做网站开发的啊 有做我们的推广大使 给我们做各种文章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交媒体推广的 也有去做我们读书会阅读班小老师啊 还有国际学生论坛的志愿者啊等等 那么还有做翻译的 那么我们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七位发起人 每一个发起人呢差不多带一个团队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他们很多的赋能和支持 然后两个月的时间呢很多的义工也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锻炼和成长 所以那个也是我们也希望再把这些项目也常态化 就除了一对一辅导是就是他要他要看这个孩子自己是有意愿和行动力 并且能自己独当一面去做项目 我们会去提供这种一对一辅导给他量身梳理和定制适合的公益项目 并且链接各种资源支持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一些自主孵化的项目和我们的这种长期的青少年义工的这个项目 我们会持续的去做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去关注和让你们的孩子多多的参与进来 对说的非常好 咱们今天正好这些朋友有时候如果有些什么其他的兴趣或者资源的话 非常感谢将来能够帮我们去链接一些国内的一些资源 好吧我觉得今天已经快十点了 我洪远可能是已经是不是刚才撤了 他我跟他说了 他说我这个睡觉习惯 我把我的手机号发下来 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 大家感兴趣可以加我微信 就是13817865416 然后 对 好 那个另外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工作号 然后这些联系呢都都可以有 另外我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电子邮件也发到这个群里边了 刚才在聊天里边 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是后边的要需要联系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联系 大家互相学习 然后可以呢可以做的事情做的更专业更丰富一点 好非常好啊非常非常感谢宏元 谢谢盈白师兄 谢谢宏元师兄 还有沙石师兄 好咱们这个线下再继续联系 然后下个月或者下个月咱们再组织一次 好 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感谢 拜拜 好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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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